好 现在我们就直接开始了 欢迎来到我们这个环节 我们这银行碳的政策 框架 那信息如环灯片所示 我们还会为所有的参会者呢 做一个调查 大家之后呢可以获得AIA的积分 如果大家有兴趣获得的话 那大家有问题的话 可以随时通过问答聊天室发给我们 我们会尽量地回答您的问题 如果没有时间回答 将你书面的形式回答并且发到网上 好的 那我来介绍一下 我叫Aaron McDade 我是呢建筑2030的 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那我下面快速地介绍一下我们的讲者 首先是Cecelle 她是Ce40城市项目的清洁建筑项目的经理 从她的工作呢 她支持市场对话 并且的与全球 还有国家的一些关键的利益相关人合作 同时呢 对我们的建筑环境呢 采取一种这个全周期管理的一种模式 还有第二个 大家好 大家好 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 也感谢主持人的介绍 那现在呢 我就分享屏幕 Cecelle 是90个城市组成的一个联盟 这里的世界所有城市的一个地图 我们也非常荣幸 今天 大家今天的会议 因为 我们可以说 把所有的城市联合起来 一起来解决 我们现在面临的危机 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是我们无法逃避的事实 现在呢 这个气候变化已经到达一个非常紧急的时刻了 所有的市长 都应该行动起来 我们需要组成一个城市的网络 因为 所有的国家政府 特别是西方的政府 其实在这方面呢 表现不佳 没能承担起 气候变化的 应对责任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采取 迅速的行动 因为城市呢 现在已经受到了影响 温度每上升一度 城市就已经 已经经历了很多罕见的 历史上首次的这种极端气候 仅上升一度 就已经可以呢 已经很可怕了 黎尔 非常可怕的山火 也是山火的范围跟规模呢 可以说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 所以城市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成为了这种气候变化的 第一个受害者 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那这些排放都来自于哪里呢 建筑是排放 所有气候排放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建设施工发生在哪呢 都在城市 给大家讲一下具体的一个规模 在2050年之前 城市人口还会再增加25亿人 这意味着在2025年之前 我们就必须要建设 10亿个新房屋 那在2025年之前 60%的这些土地 都将会建上新楼 这意味着 有更多的这种建设施工的需求 这有更大的排放量 这意味着每周 我们都会建出一个新的米兰 或者是斯德哥尔摩这么大的城市 或者是 像新加坡纽约这样的城市 在2025年之前 每一个月我们就建出一个新的纽约 一个新的新加坡 所以我们必须要解决 建筑行业的排放问题 目前建筑行业大概占到了 全球温室排放的23% 不仅如此 建设行业可以说消耗了全球30%的资源 设计跟材料的选择 可以说 它们的排放将会持续几十年 我们现在只有十年的时间了 必须要达到这个控温目标 所以 周围的城市有非常直接的影响 比如说 这个水泥呢 会可以说 使得城市热岛效应更糟糕 使得这个排放的量也更大 施工的地方呢 可以说是影响到所有居民的生命健康 那当下我们所处的环境当中 我们必须要应对 另外一个危机 那就是新冠带来的健康危机 这意味着 政府 更小心地来看待 施工跟建设行业 对于 经济的影响 如果呢 建筑行业不能更加清洁 不能够理解 在气候变化的当下 我们面临什么挑战的话 情况只会越来越糟 所以我们开始了 C40城市这些清洁建筑项目 希望帮助大部分城市变得更加清洁 比如说 这个 建设所用的材料 那么城市 在解决这方面危机时应对什么样的挑战呢 首先 很多时候呢 市政建筑呢 它不足以影响市场 很多的这些材料呢 实际上呢 都是 会有些潜在的 安全风险 可能会有一些 法律方面的隐患 到底用什么样的平台来收集数据 用什么样子的标准 用什么样的认证的体系 并没有个全球统一的 所以呢 首先标准就变得非常的复杂 我们不知道它应该用什么工具 在大家思考 到底应该怎么样子形式 怎么样子来对标 怎么样子来找标杆的时候呢 都是很困惑的 它包括呢 木材 采用的范围很广 但是呢 像是FSC这样子的证书呢 可以说使用面很广 但是也是经常受到 质 经常受到挑战跟质疑 那出于经济角度 从于 环境的角度 我们都需要呢 让财乐使用更加的高效 太多的这些建筑了 用了太多的水泥 钢筋 而这种现象呢 可以说是全球 非常普遍 最后 工业的流程 比如说 炼钢 如果是在城市范围内之内的话 那通常呢 是受到区域和国家法律的约束 因为城市本身并没有足够的话语权 来进行改变 所以这就是城市面临的挑战 但是呢 也不是光有坏消息 其实呢 也是有一定的希望的 那城市能够做什么呢 首先 城市呢 可以真正的 来 引领市场的转变 来给予市场一个方向 设立目标 采用一些战略 为市场注入信心 同时呢 与市场呢 共同努力来达成目标 这就是城市的这个软实力 同时呢 这些目标和战略 很可能呢 也可以最后变为 政策跟法规 比如说建筑的规范 还有 包括废物处理的政策 还有包括呢 建筑的废料 到底是用填埋的方法 是用什么方法来处理 等等 等一下呢 我的同事呢 Tasha呢 会给大家讲更多的一些案例 城市其实可以起到模范作用 他们 可以在自己有影响力的地方 来影响市政的采购 可以呢 城市自己制定一定的 这些 指标 同时呢 它会要求建设行业呢 更加的负责任 同时呢 对自己的整个的 这个生命周期呢 进行规划 并且呢 要求项目进行探评估 这样子呢 可以 可以建立一些这种旗舰项目 这些示范项目 都是有价值的 有种展示作用 跟示范作用 同时呢 城市利用自己的这种软实力 软影响力 来影响社区 跟其他的这个利益相关方 我还有很多一些工具 想跟大家分享 不过可以等到问答环节 我们很高兴能够推出 在六月推出了 我们的清洁 建筑政策 浏览器 这是一个工具 如图所示 我们觉得 这对于 之前呢 这个建筑2030年来讲 是个很有效的一个工具补充 我想邀请大家好好的看一看 多尝试一下这个工具 我们会把它翻译成多种语 包括中文 几周之内就完成 希望通过这些工具 大家能够更好地了解 现在世界的局势 这是我们正在做的项目 非常欢迎大家 如果大家认为 现在欠缺某一个政策 比如 中国的政策 在某个方面需要进一步的提高 欢迎大家把这一反馈提供给我们 谢谢 或者大家如果觉得我们项目 有缺一些中国的政策的话 欢迎把这些政策告诉我们 好 非常感谢Cicely的介绍 就像Natasha刚才说到的那样 你这边介绍了很好的框架 Natasha is the managing editor for Architecture2030 and she performs city building for Architecture2030's Zero Cities initiative leads Architecture2030's focus on equity and building decarbonization initiatives and manages communications she graduated from MIT's Department of Urban Studies and Planning and her writing has been published online in CityLab and the Atlantic Natasha take it away you are muted thank you Aaron I am unmuted now I think and I am sharing my about to share my screen thank you okay so like Aaron said I'm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city policy framework for dramatically reducing 然后为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减少隐含碳 现在在过去几十年里 政策主要关注的是建筑本身在运营过程当中的碳排放 比如提高建筑本身在建筑过程当中的碳排放 以及建筑能效等等 and spending cap on global carbon emissions if we hope to have a good chance of limiting warming to 1.5 degrees celsius we're seeing very clearly that operational energy use and emissions are just a part of the equation embodied carbon emissions from the production and transport of building materials will contribute hugely to building sector emissions over the coming decades and we need policies that address this in this graph you can see that the first few decades of the building's existence embodied carbon makes up the bulk of its carbon footprint 那银含碳是碳排放非常大的一个来源 那银含碳实际上占单了70%的碳排放 那这些都是和建筑相关的从现在到2030年 那其中一半的碳排放都是我们现在到2025年的建筑建造的环节 那在之前的讨讨论当中我们也看到我们对于建筑本身结构的改良将会非常关键 我们应当通过本地正式的环境进一步的去促进这一方面努力 那通过这个项目我们旨在让各个城市的政策制定者能够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跟9个城市现在已经在全球范围之内建立起了建筑脱碳的网络 那旨在让城市能够实现全球升温目标 实现碳中和 进一步的去控制建筑在建造过程当中的碳排放 那这个指导会旨在在政策方面去指出相应的方向 那为什么要有这样的组织 因为我们现在政治方面的目标 对于建筑以及对于建筑行业而言 政府希望能够在本地大幅地进行建筑行业的碳排放 民营党充分因地质疑 能考虑到本地的投资购买力 以及本地的基础设施 那此外 各个城市通过政策能够去影响建造者和设计者 如何建造在哪里建造以及项目本身的设计以及交付 那城市能够去塑造商业环境 让投资者把钱全部投在低碳的项目当中 那投资项目的时候将碳排放视为其中一个要求的因素 那因为这一特殊的机会 也因为这些项目本身能够创造的协同效益 中在屏幕上大家所看到的一样 我们在当中所提到的这些政策都是城市的环节 那2020年对于城市而言 必须要有关于灵碳目标和实现温控目标的相应的战略 这是截止日期 只有这样2050年我们才能够保证温控目标的实现 那通过这个网络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城市更好地知道 应当如何把相应的政策容纳到城市发展过程当中来 那对于城市和地方政府而言 我们可以通过法规 法律以及其他的刺激政策和激励政策 去实现这些相应的目标 那当地政府 市政以及相应的主管部门 能够去实施这些目标和政策 那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一些成功的案例 那有的政策 现在还被视为是一些蓝图 或者说叫做梦想式的空中楼壳 合适的政策没有办法实现 那关于这个机制 我们主要看的是通过在屏幕上 大家所看到的这个机制实现 隐含碳的减少 那我们把相应的这个城市政策 分为了五几类 那一个是土地利用和规划 那城市的法律法规 公共采购 浪费 废物与循环 财政政策 那市政大楼以及基础设施 其中很多的政策 其实都是属于其中两 其中的两类或者三类 当我们去看这些政策的时候 会发现关于碳排放减少的这个政策 它会提出相应的不同的方式 去和现在已有的政策相结合 去创造合理 那关于减少隐含碳的措施而言 他们是在建筑和建筑材料 整个价值链当中的不同环节 在屏幕上大家能够看到不同的措施 能够带来的不同影响 那越向上走 那其实脱贪的潜力就越大 那在这里主要看的是每一个政策 这个报告当中所提到的每一个政策 在减少隐含碳方面的潜力 那这个圆圈的大小 代表的就是这个政策 它本身的力度 那以及他们能够减碳的潜力 那大家能够看到他们在每一个领域的这个分布 那这个材料本身的选择 实际上会带来相对比较大的影响 那对于个别的政策而言 或者说单独的政策 我们也专门做了这些政策卡 政策卡上是关于政策实施的建议 那首先是对于四类标准的评估 那包括刚才给大家看到的它的影响方面的评估 那这就是我们这些卡片上 对于这些政策分数的评分的基础 那包括它的它的影响成本 实施的容易程度 以及执行难易程度 那这个卡片会简单地对政策做出一些总结 也会回答关于他们在这四个标准上的 一些问题 一个简单的总结 它的效益 以及实施这些政策的必要条件 包括法律法规的环境 Cecilia之前也讲到这一点 那以及关于它 相较于现在已有的政策而言 它的区别在哪里 又和本地现在已有的政策和项目之间的 契合度和兼容度如何 以及这个政策是否需要公共的执行 或政府的执行 如果需要的话应当如何执行 那现在已有的执行框架是否足够 那也会给出一些实力 那根据这些实力可以去判断这些政策 根据本地相应的条件应当如何的调整 那这就是一个叫做样本政策预言 也会介绍这些政策适用的地点 以及不适用的相应的豁免情况 以及政策或涉及到相应的概念的阶段 其中一些政策本身的实施是需要非常扎实的技术 那有的政策相对比较概念化 那有的政策是完全全新尚未实践过的处女政策 那在这里看到的是低碳水泥或混凝土政策 那在Marine 郡还有这个迪拜很多城市 现在都已经有了实施 那它的这个原则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建立 那实施的必要条件 也在这里面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 这是我们的政策看 那对于混凝土类的设计 它对于本地的环境要求很高 那所以如果使用此类的设计 那必须相较于火灾建筑本身的条件等等 都要通过当地政府的许可 那但是这个政策本身是能够带来 非常大的环境方面的正面影响的 而且这个政策已经足够成熟 可以直接进行使用 这是另外一个政策看 我们看到的是关于这个 隐含碳减少的密度加分政策 那在这里要注意一点是 我们在报告当中谈到的很多政策 的这个激励措施实际上 是可以根据本地进行调整 一定要能够去保证本地的可信性 那我们同时也能够看到 这里要实现这些目标 需要不同的政策的综合使用 那其中报告当中谈到的很多的措施 那都是以自愿的基础进行实施的 那最后一个政策 还是关于这个低碳建筑类型本身的 划区或者说区域划分 这个是需要大量的研究 那我们其实对于这个建筑的高度而言 是有一个非常好的理想高度的 那比较理想的高度相较于高层建筑而言 能够节省更多的碳排放 那关于这一方面通过非常明确的相应的要求和法律法规 能够极大的促进这方面的发展 那现在技术工制越来越重要 那所以也需要政策方面的大力支持 现在看上去从政策上来讲 比较一挑战在未来可能会成为现实 那现在政策也逐渐的在被实践 那在全球各地去看到更多的政策的可信性和可能性 那在这里大家看 我们旨在为全球各地的政策制定者提供相应的资源 帮助他们去选择因地制宜的环境政策 那我们希望能够为政策制定者还有从业人员而言提供相应的建议 从而让他们把这种低碳式的相应的政策和建议 能够容纳到城市规划和他们的工作过程当中去 从而真正地实现 隐含碳的大幅降低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 这些不同政策的一些协同的效应 那这些相应的政策都能在achieving zero实现 灵探的网站上找到 那关于更多的信息 还有这个不同的建筑材质 还有样本和具体的一些环境信息 都可以在网站上找到 那大家可以根据当地的环境选择适合的环境 那通过材料的选择去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那这些所有的这些材料旨在 能够去支持LCA生命周期的分析 以及APD 能够实现非常有效的导则 能帮助本地去选择 帮助不同的城市去选择 最适合他们的建筑材料 那政策会决定标准 而行业必须要满足这些标准 我们应当去试定的是 有雄心而且可以实现的标准和政策 那这些 如果在政策当中 对于建筑类型和建材有所要求 有助于 这些政策本地的 这个更好的实施 那 Architecture 2030 以及我们相应的项目 希望政策制定者能够知道 可能性在哪里 而且降低建造 设计 那以及进行建筑银 涵碳减少 本身的技术门槛 那在这里 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的官方网站 欢迎来网站 了解更多的信息 提出问题 那我们希望 有更多的 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 欢迎直接下载我们的报告 在明天的研讨会 我们将会 专门针对项目采购 做报告 关于我们的政策卡片 那大家也能在网站上了解到 更多的信息 那在 我们网站也非常希望能够回答 所有的大家 关于这方面的信息 和问题 好谢谢 非常感谢Natasha 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分享 Cecelle I'm going to start with a question for you 那现在呢 我们开始了 开始问答环节 知道你刚才其实提到了 就是城市 应该如何的来 引领市场的转型 能不能在刚才的记录之上 能够进一步说明一下 等一下 等几秒 我这好像声音有点问题 谢谢 谢谢 那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这个问题很好 现在我们确实要思考 政策如何能够引导市场 但我们需要强大的一点是 因为 城市 自己的这个建筑呢 仅占整个建筑市场的很小一部分 可能也就占五分之一而已 光靠市政的建筑是不够的 不能解决整个价值力量的问题 第四十呢 正在努力地 让很多的这些大城市 来制定一个方向 同时呢 为市场传达一个强有力的信息 市场呢 也希望能够听到 能够听到这种政府的信息 希望能够让政府呢 给予他们信心 让觉得政府呢 是对此是很关注的 是有足够投入的 我要强调一点 也是我们两位都提到了一点 我知道这有点争议性 是这样呢 排放方面呢 最好的楼呢 是我们不用建的楼 很多城市还是需要继续施工 需要继续建设的 但是 在我们建设一堆新楼之前 我们要想一想 怎么样子可以尽可能利用 我们已有的楼 城市应该好好思考 应该号召大家 更好地利用这些 已有的建筑存量 可以再利用 或者是提高利用率 优化我们的使用 还有一个现在一个 很大的一个趋势 特别在中国 就是呢 这些老社区的翻新改造项目 这也是城市可以注重的 除了提供一些激励措施以外呢 还可以呢 来鼓励投资 让私有部门也加入进去 不好意思 我可能回答有点长了 我认为我认为他做了很多 对于可以提高利用的 那是真正的 有点好 提高利用的 我认为我也想先去 另外一个问题 特别是 你说得很有道理 我也希望能够让 Natasha来补充一下 我觉得Cecilia刚才的回答已经非常完美了 其实你基本上刚才也回答过了 但是我还要再强调一下 说到隐含碳排放方面呢 我们也特别的注重新建筑的隐含排放 我知道今天很多观众在想 这如何应用于他们所在的城市当中去 这是不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 所以呢 我们之所以关注这些新建筑 也是因为我们目前政策方向的原因 当然我们要思考我们可以对既有建筑做些什么 那大家你先说吧 等一下呢 我们有一个会议呢 叫做这个内饰的重要性 其实呢内饰 室内的装修 还有的那些材料呢 其实也是有很大的 这个环境影响 咱们整个建筑的生活周期中呢 都是有极大的隐含碳排放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来转型 更加关注 已有的既有建筑 进行翻新 让他们的运营方面更加的高效 然后进行这种深度能源的翻新 同时我们可以降低它的这个隐含碳强度 所以只要我们方法得到 是可以降低它们的隐含碳排放的 我想强调一点 隐含碳 建筑所用的材料 的碳排放是巨大的 占到全球碳排放量的很大的一部分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转变这种需求 通过政策导向 来影响既有建筑跟新建筑的需求 选择更低碳的材料 这样子呢也可以引导 引导市场 开始选用更好的材料 在基建项目当中 在生产各种产品当中呢 都注意到这一点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 全球每年的碳排放可以大幅的削减 没错 确实我们应该要关注 我们所用的建材 我再补充一下 不仅是排放因素 当然排放因素绝对是 占很大一部分的 一个建筑的地基 它的整个的这个主体结构 它的排放量很大的 因为它们需要用水泥 是当我们看到楼这些建筑 也有建筑的这种拆卸的时候 就知道它其实很大的浪费 我们其实可以尽可能保存旧的楼 不仅是说环保 同时也可以呢 保存这种文化的遗迹 我们可以呢 有些楼是微楼 必须要拆 当然 但其实我们要尽可能的利用 保留这些楼的一部分 比如说它的这个主体结构 可以保留呢 就是对它的外部外立面进行翻新 同时在设计新的建筑的时候 就应该考虑到翻新的时候了 还有呢 同时可以对一些建筑进行改造 重新利用 举个巴黎的例子 巴黎呢 把很多的这些办公楼 转型成为了住宅楼 大概是四万平方米 的这个面积的楼 已经从办公楼变成了住宅楼 那些楼呢 本来是在90年代建的楼 其实这点挺有意思的 因为那些楼呢 以前最开始建的时候 是作为住宅使用的 那在20世纪的很长远的时间呢 它们被改造成一些商业用地 或者是办公室 现在巴黎呢 现在巴黎呢 又把这些楼进行转型 发现呢 他们其实现在不需要那么多办公楼了 于是就把这些楼重新改回了 因为那些老建策的 首先它很坚固 特别的能够耐久 它的外立面呢 是可以轻易的拆掉 并且进行换装的 换表皮的 它很灵活 可以长时间进行调整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大家可以好好地审视 我们手头的目标 可不可以满足你城市的需求 一些历史建筑 那些老建筑 究竟还可以怎么样获得新生 它们有什么样的社会的价值 是不是可以尽可能保留 好 补充一下 这种转型 怎么样可以在全市的范围内进行呢 毕竟不是所有楼都是属于市政的 所以我想知道城市 政府应该怎么样子来 尽管他们的市政的楼 只占全市的楼很小一部分 来影响整个全市的建筑转型呢 我要回答 我得引用一句法语了 因为我不知道英语怎么说 翻译不会说法语 所以设立一个目标 基本30%的这些办公楼 必须要是能够是可适应的 在2013年之前呢 进行调整 当然这是比较 目标还是比较宽松的 所以有时候必须的 来不断地监测建筑的利用率 它的使用率 比如说呢 给予一些税务方面的优惠 来鼓励他们 比如说鼓励这些建筑呢 的业主呢 来使他们这些大楼呢 重新设计 换得新 换发新生 如果它一直空着 没有利用起来的话 我们收到了一个观众的提问 对于一个小国家来讲呢 可能会选择水电 来作为主要的能源来源 然后呢 也有一只可持续的这个木材 但是呢 已经 一直以来呢 已经使用了大量的这些 混凝土的建筑 特别是在城市当中 那你觉得 对于他们的政策制定者 还有包括这个专业人士 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很多国家呢 这方面已经是有这个定型了 其实 比如说我们要思考 怎么样子呢 为你的社群创造更多的就业 并且呢 把现在的趋势进行扭转 来大家停下来 停下脚步想一想 如果你想有一个清洁的电网的话 那你想怎么样子来使它更加清洁 探索这个清洁能源的市场 同时呢 也可以形成 本地的 这些更可持续的建材 同时呢 在采购 过程当中呢 来鼓励人们进行这种转型 形成这种本地的闭环 基本上呢 温家华呢 就是这样做的 他没有制定强硬的目标 而是他 来问一下 做的这些项目申请 你的项目的 这个碳强度是多少 这就可以让开发者呢 强迫他们去反思 强迫他们采取行动 所以有时 你的问题要问对 这样你通过问问题 可以促使市场进行转变 好 我们时间不多了 我们说到的之前呢 建筑还有这些建材的 循环在使用 比如说想到这些建筑行业 也要思考怎么样子 更加的 使用循环经济 这个概念 等一下呢 我们会专门的一个会议 讲循环经济 那说到这里呢 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非常感谢 Cecile和Natasha 也感谢各位观众 希望大家呢 能够加入我们 下面一个环节 循环经济的会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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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